秦始皇等人出城开荒 竟遇到了绝世美女 而来自光棍城的众人 各个眼里冒晃 未独一人依旧清醒 站住 公子 为何如此凶奴家 你是何人 为何在此 若不是妖物所化 公子可是冤枉我了 方才听到你们声音 眼偷偷躲了起来 但听到这位公子的诗词后 奴家心生爱慕 这才出来的 此等美人 心美貌真乃天下第一句啊 无奈刘文书 见过姑娘 不知可否告知此处是何地 这位郡哥哥 此地名为女儿国 啊 女儿国 难道在是洗游记的世界 女儿国 这世间还有这个国朝吗 大千世界武器不游 诸位公子 方才可是都喝了这子母河水 卧槽 要怀孕了 我们女儿国没有男子 靠的就是喝女儿国的子母和河水 来孕育后代的 这可如何是好 我等都喝了 诸位公子莫慌 女儿国有落子泉 喝了便无事了 那快快带我们去喝那落什么泉水吧 诸位公子请随努家来 陛下 他们误入了女儿国 喝了子母河的水 证明了 去取落子泉的泉水吧 曾命 诸位远道而来 应该累了吧 来人啊 酒言招待 曾命 那得 无奈曹孟德 见过陛下 公子无需多礼 若诸位不弃 可把这里当成你们的家 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多谢好意 饭就不吃了 我们喝了烙子水便走 真可啊 难得出城有折腾待遇 可别浪费啊 行吧 那就多待几日 歇着奏月 歇着舞 史皇 经过我这几天详细的观察 我发现个问题 看来你还算清醒 说说发现什么了 我发现这国主 好像对我有意思 方批 国主明明是对寡人有意思 其实国主身边 那两个婢女也挺不错的 曹孟德 你是如何想的 我 没意思 果然你没被女色迷倒 他们不走 我们走 那不行 为何要走啊 我是在等 等 等什么 那个 不好意思说 真哥 我们快走 等 何故要走啊 经过这几日观察 此地是个陷阱 分明就是拖延时间 等待城门关闭 哟原来你不蠢啊 不愧是真哥 你早就看出来了 废话 朕会如你们这般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如你所言 就这样回去 不就浪费了吗 孙元宗 为何来的人是你 太子呢 呃 回皇叔 您驾崩后 大臣们嫌太子年纪尚小 就没有遵从您的旨意 而是将我送上了吴国皇位 那你登基后 吴国怎么样了 回祖父 孙儿在位第六年 晋国伐吴 吴国不敌 孙儿 孙儿便投降了 后来被封为闺命侯 四年后在洛阳离世 看来我东吴终究还是难逃灭国之命 不过此事有蹊跷啊 你在皇位上都干了什么 你最好老实交代 后面还会陆续降临后世的皇帝 你若不说实话 到时我一问他们便知 若我得知你说了假话 皇祖父饶命 皇祖父饶命啊 我 我把皇叔的皇后和太子给嘎了 畜生啊 老子灭了你 老子灭了你